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有句言語叫做 人情似子 張張薄 世事如期 局局身 其實很適合來形容 這次美國大選的選後爭議情況 有些評論員也好 政客也好 學者也好 當他們看到拜登在 形勢上似乎是領先的時候 馬上轉軚 放棄了原則 甚至對於選舉舞弊的行為 選擇隻眼開 隻眼閉扮看不到 全部西瓜靠大邊 這就人情似子 張張薄 至於世事如期局局身 為什麼呢 就是在說 選後的點票情況 其實特朗普的團隊 真是很有體育精神 求政一日未吹雞華原牆 他都一日不會主動放棄 而且他所捍衛的不僅是他自己個人的榮譽 而是在說 整個民主選舉的制度 好了 其實現在在五個搖擺州當中 至少有三個是反抵有望的 那我們就逐個來檢視一下 在說之前 首先就要呼籲各位一友 記得 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就一起來看看這五個搖擺州 分別有什麼消息 先說一下威斯康星州 威州有十張選舉人票 目前拜登就以163萬領先特朗普的161萬票 領先的幅度大約是2萬票左右 這個州的選票出現了什麼問題 根據特朗普的第二個兒子 Erik Trump所說 他就說 在這個州裏頭的點票電腦軟件系統 又再被發現出錯了 竟然間有19,500票 明明是投給特朗普 誰不知就算了到拜登身上 所以其實就應該在拜登那裏扣這個票 就在特朗普那裏加這個選票上去 所以 拜登的領先幅度基本上就是收窄到只有500多票左右 其實極有可能是可以反抵翻盤 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威斯康星州同樣出現了其他的狀況 比如說那些死人的選票 又或者寄了給一些根本上已經 不再在威斯康星州住的選民等等 那麼這裏加起來就可能有接近1000票 而且當勝負距離是這麼窄的情況下 就必然是要重新進行點票 在重新點票的過程當中 又可能會發現一些問題選票 又或者是原先當作是廢票的又要計算下去 等等 好了 所以在威斯康星州這個情況 其實就是有機會可以翻盤 不是說一定能夠做得到 但是 當拜登的領先幅度從2萬票大幅收窄到只有500多票 就是有機會做得到 當然 其實在選後無論結果如何 這套點票軟件絕對是要找司法機構調查 究竟 為什麼這個點票機會變成 古惑的偷票機 而且 凡是出現大規模點錯票的情形 都一定是投給特朗普的選票 計算到拜登上 到底這部點票機 或者這套的點票軟件 是出現了什麼問題 是不是要查一查 難怪特朗普的支持者會認為 這是蝕國行為 因為真是把選票偷了去 計算給另一個候選人 而且有些報導說 原來這間 點票機的公司 背後操作的 就是民主黨的原眾議院議長佩洛西的幕僚 究竟是不是有這回事呢 為什麼傳媒不去調查一下 是不是 好了 接著再講另一個州就是內華達州 這個州有6張選舉人票 目前拜登就以67萬票 領先特朗普的63萬票 那個 領先距離大概是26,000票 這個州的選票是被發現了什麼問題呢 根據特朗普團隊的律師 內華達州前總檢察長拉克索爾特所說 就說在這個州當中 已經是點算了的60多萬 郵寄投票 有大量選民的簽名 出現了不匹配的情況 或者是未經核對的情況 所以又是有得爭的 對不對 因為郵寄選票就要簽名 那到底有沒有對到簽名呢 原來是未對的 而且在內華達州 也出現了 很多那些死人的選票 如果特朗普要在內華達州反先的話 其實就要剔除很多票才行 目前拜登就領先26,000多票 這個州就有點問 接著就講講另一個州就是 喬治亞州 其實在我們剛才那節也有提及到這個州的情況 喬治亞州就有16張的選舉人票 拜登就以246萬票 領先特朗普的245萬票 勝負的距離 就只有12,000多票 但是 喬治亞州的其中一個郡 賀爾頓 就發現有132,000張的問題票 由於那個領先幅度也只有12,000票 問題票就有132,000票 所以絕對 就是有機會可以扭轉選舉結果 所以這個機會也是很大的 不是說一定 但是起碼有機會 至於另一個州就是 賓夕法尼亞州 有20張選舉人票 拜登就以336萬票 領先特朗普的332萬票 領先的幅度就是 45,000張選票 賓州的情況 可以用一團租來形容 之前我們都提及過有很多狀況 比如說有些組織就發現得到 在那份選民名冊上面 有21,000人就已經走了很久 但是竟然就未被剔除 又或者法院都判了 就是說之前 你那些選舉人員就安排共和黨的監票員在九丈縣來監票 根本上都看不清楚你在做什麼 現在就安排了他們可以在6英尺的範圍之外 來看 除了這些情況之外 根據南卡羅雷納州的參議員 葛瑞姆爆料 就說在賓州那裡 有超過25,000張安老院的 掌心雷選票 而且是同一時間 要求要郵寄投票 這些情況 是不是跟我們 選舉很相似 真是 這群這樣住在老人院 都不知道有沒有自主意識的長者 就一起來 這麼齊心 拿這張選票 當然現在不知道他們投了誰 但是郵寄選票 就要簽名 所以就有適應 如果共和黨就這件事 來到入稟法院的時候 就可以逐張票來檢驗 究竟是投給誰 是否25,000張全部都投給拜登 我也很想知道那個答案 不過現在暫時就不知道 只是知道出現了 掌心雷這個情況 但是 差勁 這個45,000票 也有時間追 我就認為 那個機會 不是太大 不要寄予太大厚望 最後一個州 就是阿里桑那州 阿里桑那州有11張選舉人票 目前拜登就以164萬票 領先特朗普的163萬票 差距大約是15,000票 那個情況就是 阿里桑那州現在就有 7萬5千張到8萬張的選票 未曾點 這個州長道席 在Twitter上解釋了 為什麼點票程序 是這麼慢 這個州長是共和黨員 他就說 由於他們是想盜絕所有的選舉 舞弊情況 於是就花費了很多的時間 和功夫 來確保這個 選舉的完整性 他就說 某程度上 現在都已經是看到 選舉結果 會有一個巨變 到底他是否在預示什麼 不知道 但是很快都點完 還差 七萬五到八萬張票 但是勝負距離只有15,000票 所以 在那個數字上 絕對還是有得追 另外 州長還說 特朗普就像其他候選人一樣 是有這樣的權力 提出法律的挑戰和訴訟 而他就說絕對是有信心 這個法院是會有一個合適的裁決 他也會尊重所有的選舉結果 他也說得很穩陣 這句的說法 但是 就是由於還有那麼多票未點 所以是有得追 15,000票而已 還有75,000到80,000票未點的情況下 只要在這堆的選票當中 特朗普是拿到六成以上的選票 就已經是足夠追過拜登的了 好了 我們現在就一起來看看 究竟 特朗普和拜登的選舉人票的情況 目前特朗普就有214張的選舉人票 而拜登 就眾說紛云 不同的主流媒體就有不同的計法 反正那個就不重要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就計了很多現在目前 還有爭議的州的選舉人票 如果你在那裡剔除的話 其實拜登就不夠270票 我們集中就看特朗普的情況 現在特朗普就有214張選舉人票 確認得到 而且 在今天的消息就說 北卡羅來納州的點算情況 已經是接近完成了 就算點了勝餘的選票 拜登也追不到特朗普 所以就代穩了這15張選舉人票 再加上就是 阿拉斯加州的3張選舉人票 214 加上北卡羅來納州的15票 加上阿拉斯加州的3票 就是232票 在剛才我們檢視的5個搖擺州當中 有3個是比較大機會可以反抵成功的 分別就是威斯康星 喬治亞和阿里桑那 這裏有10張票加16張票加11張票 加上就是37張 再加上去 現在確定了232張 就是269張 由於 全美國 50個州加上 是538票 如果特朗普是拿到269的話 拜登也是拿到269 在這個情況下 就叫做打和 沒有一個人是可以 贏得到這一次的 選舉 除非是有失信的選舉人 賭過 不知道會不會出現一個 這麼戲劇性的情況 當然如果特朗普可以再在多一個州 反抵的話 其實就肯定贏了 但是 反抵來說 我們就靜觀其變 繼續密切注視 這五個州的點票情況 和相關的司法程序 而這個情況也反映得到 為什麼主流媒體和社交平台 要這麼急不及待地走出來 製造一個既定事實 就宣佈拜登已經夠選舉人票了 他就會是下一屆的美國總統 然後拜登陣營又走出來 發表宣言 這樣 他們無非就是要製造一種的氛圍和輿論 使得特朗普不利 因為現在就好像他在領先 而特朗普就在落後 好了 於是有些不知就慮的人 就會猛地批評特朗普 你是不是輸打贏要 你是不是賴死不走 你是不是磨爛隻 你是不是不憤氣 就說這些數珠情緒的說話 反而對於選舉舞弊的行為 或者是每一個人 都有合法的權利來提出訴訟這些核心價值 就完全忘記了 就算是全部數珠情緒化的東西 大家有眼見的 在網絡上有這些人 無論是做評論的也好 那些網民也好 其實他又要做這種 氛圍出來 做這種輿論出來 而且還要威逼這個總務處 要承認他的當選 就要向他批評 過度政府所需要的600萬美元資金 這些根本上就是奪權行動 票其實是未點完的 有些州 而且特朗普已經說明 就是會入稟法院 訴諸司法的裁決 在未有終極的裁決之前 你憑什麼說自己已經當選了 還要拿那塊錢 還要惡到 如果總務處不批給那塊錢 不承認他當選 就可能會採取法律行動 你講不講道理 是不是 你當自己已經贏了 當自己半隻腳踩進白宮 未完的 有很多東西 對不對 票又未點完 法院又未作出最終的裁決 就已經說要挑選內閣班子的成員 防疫小組的成員 會不會太快 對不對 根本上都未宣佈終極的結果 這些可能最終徒勞無功 做多了 一定就是要追求 公平公開公正 好了 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